佛在薄若经上 曾经受苦 为我们解释 正法 相法 末法 什么是正法 有受法的人 佛受法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佛受法 有听经的人 有依照经教修行的人 有正果物的人 这叫正法 有讲的 有学的 有正果的 开始是佛的思绪 有物的 有如的正法 如果说 有开始的 有佛说法 有物的 没有如的 这叫想法 没有正果的 换一句话说 他悟性很高 他没有放下 还是搞六道轮回 他也能够修善既得 在六道轮回里面生天道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想法 如果有人讲经 也有人听经 但是没有开悟的 当然 更没有欺辱的 这叫末法 讲经的人没有了 那就叫灭法 这佛法就灭了 这个说得好啊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 是正法一千年 向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我们今天 在这个三个时期里面 我们是末法 如果 我们这里有朔 有听 有真正修 有真正念佛往生的 正法 末法里面的正法 这真是一切法 不离自信 法外无心 心外无法了 这佛常讲的 好